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曲名消灾奇缘文已经圆满完成了 接下来我会念诵一篇名为大奇缘文的总结奇缘文 这是第七世纪伽玛巴缺大甲族的著作 这篇奇缘文很长 因此我要用藏文念诵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 让大家能够了解即将进行的这个回向和奇缘的要点 我们结合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善 协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的善和爱之力量 一起做此回向 奇缘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遍满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奇缘将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融入到地球上的每一粒尘土之中 奇缘衰败的大地因而恢复生机 比过去更加欣欣相容 每不胜受 奇缘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能够遍及至所有和我们共同居住在地球上的动物 从最小的昆虫开始 奇缘他们一切因弱小和不自由而承受的痛苦 都能得到慰解 奇缘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能够遍不渝对地球上一切和我们情同手足的众生 奇缘我们互相关爱共享福乐 奇缘经由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能令这次可不的流行 疫病尽速消除 奇缘每一位患者都能早日痊愈 而且比以往更加健康 活力充沛 奇缘将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回向给勇敢的医师和医护人员们 奇缘缓解他们身心的疲劳 令他们的勇气和力量大大增长 奇缘将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回向给因这次疫情而往生的人 奇缘他们的心事能够去向更好的善道 也奇缘他们身边亲友的悲痛 能够尽快得到辅慰 奇缘将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回向给自然灾害中死伤的所有生命 比如澳洲的森林大火 奇缘他们能够找到通往快乐的道路 消除一切恐怖的落影 奇缘将我们所有的善和由衷的爱 回向给我们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 奇缘他们能够长寿健康心想事成 奇缘那些我们难以想象 无法实现的一切奇缘 都能能够和菩萨的大元一般圆满成就 接下来呢我们 我会开始念读这个大奇缘文 所以呢请大家呢就是念 就是意念着前面所提示的这些重点 一起发愿回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